歡迎 哇 請進請進 來來來中間請 你好你好你好 先生在場的大家還有真的看直播的朋友們打聲交互嗎 好那非常開心今天能夠來到這邊跟大家共襄盛舉 然後也辛苦就是各位媒體大哥大姐了 對等下就好好的享受今天的記者會謝謝 感謝大家今天來到現場 然後我是夏希 然後未來完全樂還會有很多的機會跟大家互動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相信加入完全樂隊的大家庭應該有一種改變人生的感覺 要不要分享一下完全樂隊兩位的重要性有什麼意義嗎 我先來好了因為我比較找他一點點 但是後期就完全被他卡住了 好可怕喔 再後期再把他壓住這樣 謝謝 但是因為我覺得當時加入完全樂其實算是 在一個寒風中有一個人伸出了一隻手把我接住 因為那時候都還沒有自己主持的節目 但是完全樂算是第一個找我主持的節目 所以那時候在我人生中算是一個很重要的 猶如我人生的第二父母 大概是這個意思 超級貴人 對對超級貴人 OK 那我呢其實 從是玩魚的觀眾 然後又到就是 宣傳來賓 一直到就是變主持人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對我的改變非常的大 也因為我主持了完全娛樂 然後我們從還沒有進棚 就是到我們進入棚內錄影 然後以及我因為玩魚主持 然後我有了我第一部3D滑劇的戲劇作品 哇 對因為主持然後被戲劇 就是有因為 然後就是有戲劇的作品被看到 然後也從就是 那時候一個綠葉 然後到就是去年拍了 《月初歡迎你》就是女主角這樣 所以其實玩魚給我的改變也很多 然後也很謝謝玩魚一集來 就是現在已經邁入第四年 然後也非常謝謝他們 一直也來對我的照顧跟提拔 天啊加入玩魚就是人生運勢整個往上攀爬 是 有想要加入的意思嗎 我也要加入 等一下喔 趁著女主持人 好像可以換成瑪莉 因為她比較嬌小一點 你會有點太壯 太壯 所以魚就說你四年 所以你也差不多是 我如果加起來大概三年 還晚她還少才一點 還少了一點 那這三四年 你們有沒有印象中很深刻的事件 其實因為我以前 大家以為我沒有偶像包袱 但其實有偶像包袱很長的時間 那就是完全的把它卸下了 但是像我們之前會出外景去打泥巴戰啊 然後整個弄得全身髒兮兮的 這個是基本的 然後我覺得最印象深刻 其實是因為 算是一個 完全樂算是一個幫很多人圓夢的一個節目 但是幫我自己也是 因為我訪問了很多寒流的巨星 他們來到台北 然後我們完全樂初期去訪問 像Super Junior也來過我們完全樂棚內做過訪問 所以其實有很多不同的寒流巨星 然後因為他們其實也都是國際巨星 所以可以訪問到他們 我覺得完全樂對我來講 人生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拓展視野 對 對因為他剛才也說完就是圓夢的場合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想說 哇主持人好緊張 但其實真的過了幾年之後 圓夢的計畫就開始 就是他們讓我可以跟我喜歡的歌手合唱 然後就是他們請到像可能潘偉柏頑童這種大來賓 就是那時候我非常喜歡他們 然後就是讓 就是他們讓我有機會跟他們可以有合唱的機會 然後以及在可能偶像面前可以展現一些饒食啊或什麼的 然後還有就是帶我去聽五月天的演唱會 就是還帶我飛到很多地方 然後就是讓我體驗就是 比較不一樣的在棚內不一樣的主持風格 所以說到圓夢 如果妳剛剛在那個舒嬅間不停的播了林佑家的兜圈 就是待會兒這個暗示妳又要圓夢了嗎 所以我就會怕這個圓夢 可能是毀了 張毀了 建基姐會好好的可能 待會兒真的會 就這一拍也是很緊張 你們現在有緊張嗎 多多少少也很久沒有看到這麼多人 對啊而且等一下也會遇到偶像 就是對也會很緊張 小時候我們常聽就是大人家跟我說 不要問吳彥魚能問妳做些什麼 要問妳能為吳彥魚做些什麼 對 未來我們現在已經突入了兩百萬 有沒有想說兩位要貢獻自己的一己之力 有想說要付出什麼樣的自我才華嗎 呃 如果 應該說 鰻魚在 夏和熙在 鰻魚 王 夏和熙應該也差不多 現在怎麼講話這麼浮誇 這麼重 基本上應該是這個概念 因為你知道 這個節目真的算是 如果講說是從小時候開始看這件事情 其實的確對我們來講是人生很重要的一個回憶跟印象 但現在能做這件事情我覺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所以未來有他就會有我 啊有我應該也還是會有 前面話講這麼重 那宇宙你怎麼辦 你要貢獻什麼 怎麼辦 那我只好以身相學 先不要 謝謝 我也不需要是不是 我們不需要這麼刺激的 對 因為我覺得 其實 好像說我們可以帶給鰻魚 的確鰻魚真的帶給我們很多東西 那其實 不要 我們不要聽這些 到底你可以為鰻魚做什麼 鰻魚要我脫我就脫 真的假的 有 先不要是不是 我也不需要是不是 我第一次看到人 主持人要幹嘛 女主持人要幹嘛 他就想脫就給他脫啊 然後後面換這種比基尼登場 有 有這一把是不是 對 然後再加泥巴站 比基尼泥巴站 而且我是一件一件被穿回來 我那時候 玩魚還是少女的時候 然後我就開始 就是主持的時候都是比較短拳 或是短袖這樣 然後現在開始越來越包 就越包越多 大概知道玩魚對我的看法 好 我們先先去 而且我很曉得 那個有說要脫攝影大哥 沒有一個人是在把相機舉錢 而且沒有那種 欸好 沒有欸沒有 眼神都在放空 而且看很遠的地方 而且我不知道直播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這360度每個都鎖這樣 對 真的都不要 先不要先不要 黃威小是什麼意思 對 但有個問題就是 完全那個主持群 不是應該還有 娜豆跟阿達嗎 這兩位為什麼 今天這麼重要的場合 不來是怎麼回事 對 前輩們 前輩們 像娜豆 因為她今天剛好有工作 然後卡住 所以沒有辦法來到現場 那阿達的部分 因為她出去工作 所以她現在在家裡休息 對 我不在乎阿達她有沒有來 我不在乎 她炸雞有來嗎 她炸雞 這個值得慶功的場合 對啊 怎麼會沒有帶她炸雞來 如果阿達有看到直播的話 現在送來也不吃 補一下補一下 這邊人也不多 就五百多位 算是有點貢獻 對啊 她最近穿那麼多也該 對不對 但雖然說 娜豆跟阿達今天沒有來到現場 但是我們還是有很多的貴賓 有四個人 滿滿的心意在裡面 對 那今天呢不只是由我們的 而且你們來到現場祝福 我們還有 大家很熟悉的YouTuber 要來到現場了 其實現在大家好像都跨界 跨來跨去 很多YouTuber呢 開始要嘗試全方位的演戲啊 唱歌 那很多歌手演員 又要去經營自己的YouTube頻道 其實他們現在算是非常厲害 這個數據不得了 他們的頻道呢 從2008年開始經營 訂閱人數至今累積達了 317萬人 這個數字獎豬 應該大家都知道是誰了吧 是 他們表面上說今天是 我們是好朋友 我們來祝福 但他們是要以YouTube 綁手的姿態 哇 學長 學姐們 什麼 要來踩 要來踩一下 我不知道是要踩臉還是踩拿 但我們來問問他 讓我們以最熱門的獎獎 歡迎YouTuber界 老司機這群人 我的天啊 老司機 今天帶禮物要來送 對 我們今天送禮物 給我們的主持人 來 鯛魚燒 請收一下 請收 請收 鯛魚燒的意思是 這個可以吃 因為這個就是完全娛樂 我們往前一點 我們往前一點 所以我們 好 因為這就是完全娛樂 所以想說送鯛魚燒 然後很多個鯛魚燒 就代表說你們的粉絲 還有訂閱數多到年齡有餘 哇 什麼說話 對 你的部分就是希望可以再分我們 這樣 是你們要分一點給我們嗎 互分 互分 互相 OK 這次創造雙贏的局面就對了 其實這群人跟鯛魚也常常合作 對於鯛魚這個團隊的印象怎麼樣呢 我覺得最有印象是鯛魚的小編 因為他來訪問我們的時候 他看到我們都會有一個 你們準備好了嗎 要接招了嗎 就是因為他會出很多題目來給我們 問答 然後給我們玩 然後其實上次來鯛魚 我們印象是我們那個 宣傳我們的關落音 對 然後玩了好幾次浪沙 對 然後 等於說私下 對 然後之後就是當下的那個氛圍 跟氣氛都非常好 而且我覺得題目也很會出 超心機的 謝謝小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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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我覺得他們很疼我們 對 因為以我當歌手 上這個 完全娛樂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給予很大的 一個鼓勵 他們沒有就是說 你一個就是 Wager想要當歌手 沒有他們給我的那個 題目跟 就是他們 後續創作給我們那個題目 跟訪問 跟主持人 也給我們那個感覺 我會覺得說 哇真的欸 有幫我當成歌手 想要幫我營造這個形象 你去做一個形象 所以你有在介意對不對 我有在介意 我有在上每一個想說 是不是也要來 是不是也要開始問我這群人的問題 但是他們那一次完全沒有 我就覺得好感動 他們認真想要聽我的歌曲 對 想要聽我的歌曲 然後聽我這個心路歷程這樣 我就很感動 我自己覺得 因為私下本來就有認識了 所以就覺得還蠻開心 然後來也是覺得 就是會真的很像朋友 對 有可能會都玩到瘋的狀態 私下跟檯面上都可以 都很瘋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說到跨界 就是有時候進行Youtuber 有時候想像歌手 到底對你們來說 你覺得當個專心做Youtuber比較難 還是要跨界來這邊 要唱歌要演戲比較難呢 你說什麼 我說 講一句難 剛剛是不是有點想要 就是回到那個歌手的狀態對不對 歌手跟我講你這樣 歌手想幹嘛就幹嘛 說什麼 我沒有聽錯 再說一次 我聽不清楚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我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的默契是這樣 他想說麥克風在我身上我要拿 可是剛剛你的題目是比較有關於像 因為我本身是比較偏幕後多一點的 所以關於歌手這部分 我回答不出來 我只能把麥交給音樂 遞給他 然後他就有點慌了 想說我剛才沒在聽題目 現在把麥克風給我怎麼樣 直接簡單來說就是 youtuber比較難 還是歌手比較難 對我來說歌手比較難 因為歌手就是 因為youtuber已經做了快十年了 閉眼睛也能弄 就是睡覺位的 閉眼睛 剪接閉眼睛就能用 我不會剪接 我就是去演戲而已 對 但是因為演戲是可以NG的嘛 然後你在台上唱歌一有問題 大家就會聽出來 所以那個反應跟你的實力 真的太重要 那個太難了 那個還很需要一段時間 哇 差一點 不要弄啦 刀圈 為什麼是刀圈 不然就來一下暗戀萬歲啊 你以為我不會唱刀圈嗎 我 你要唱刀圈 好啊 我會唱 來 那來囉 來來來 OK 等一下 我背對 我背對給歌手一個時間 好 路過了學校花 等一下等一下 剛剛有一個話 而且你的朋友都沒有要救你喔 就在旁邊看 不要救 對 不要救 我是歌手 我是歌手 你是歌手 他可以騙他 他可以騙他 換我 剛剛站出來想說是這群人 現在要變歌手 沒辦法 所以那個心態真的太難變了 那有要變上歌手嗎 還是我們就就在旁邊看 有 唱完 我可以 我明白了 七一部為什麼 要有一個預備 OK 好 如果了學校花 天荒野大海邊 有一種浪漫的愛 是浪費 是 先講 先講 好 好 很不錯啦 很厲害 很厲害 真的嗎 你一個三七一部就轉換了 我覺得很強啊 而且還有這個 如果的學校花 就要一個起手勢這樣 剛好說我們當Youtuber 當歌手都很難 就是要繼續努力就對了 說到努力 你們是領頭羊 你們是第一名 目前他們剛突破兩百萬 有沒有一些前輩啊 有沒有一些建議跟指證呢 可是我覺得他才是我的前輩 好笑 我覺得你剛才是講得很好笑的 沒有啦 其實只會覺得多一個競爭者 對 就是 你現在是有點 壓臉大不爽 不是在站牌嗎 好正式 好正式 沒有我覺得不同類型 真的我覺得後來 希望未來可以多多交流 當然我覺得這個產業多一點 就是 因為我希望大家都破三百萬說真的 我覺得好 要大家一起好 因為我們是希望 大家在這個地方被世界看見 真的 而不是我們自己在那邊競爭 對 哇 前輩好會說話喔 我們一起努力的 你們有上說話 剛剛講到說大中華的觀眾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一起被看見 所以我們一定要互相幫忙 我覺得這很重要 沒錯 而且我覺得玩瑜很厲害 是因為我不管是在YouTube啊 臉書啊 我怎麼滑 他永遠跟著我 真的欸 很可怕 這個顏色的法律 我已經身邊倒了 很高 不放過我們 不放過我 因為之前看那個金家好媳婦就算了 現在拋阿蝦也來 然後偶像劇也來 什麼都啦 一直來 我人生的時間都用在他們上面 真的 所以現在看直播的大家 你如果這群人還沒訂閱 完全沒有還沒訂閱 趕快給他訂閱一下 這個才是重點 今天很謝謝帶的禮物來 我們先來生合照時間 這個鯪魚燒 希望大家每一年訂閱數年年有餘 你賣鯪魚燒是嗎 賣鯪魚燒是嗎 我們問題在這邊可以嗎 好我們一樣先看一下正前方 正前方 正前方 希望以後我們的頻道也可以多多互相幫忙 那我們一樣視線往右邊拼一點點 看一下右邊 最後呢 再幫我把視線一向左手邊 今天非常謝謝這群人來到這邊 好朋友互相加油打氣 希望我們可以創下更高的訂閱數 謝謝 然後要不要補充的嗎 都OK了 好 今天非常謝謝這群人 謝謝你們 好 那也請這群人 我們可以先入座休息一下 來自由跳個位置 好好休息一下